大家好,继续扯包子迪 包子迪最近收到了普京 普达迪的邀请 让他访问俄罗斯 结果不去 拒绝了 拒绝了普京 达迪的友好的邀请 不去 这个东西最近又在北京的 下个地水道 中南海下水道里面 在北京的饭局里面构成了一个热点 我们也跟着蹭蹭热点 跟大家说一说,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话题 都是有点关心的 现在形成的两种观点 一种是细胞子他不敢去 是吧 一种是深层党中央 不让他去 所谓不让他去 他自己想去 但是深层党中央不让他去 中常委老人帮不让他去 一个是细胞子本人不想去 因为他不敢去 首先我们说这个不敢去 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我看很多个人都在说这个事 说他根本就不敢去 你想想他跑到香港 就这么一点点 还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面 是不是跑到香港搞了一堆的事 一堆的丑闻 比如说不敢在香港睡觉了 比如说这个 搞什么合影 结果那差点就中招了 是吧 说有人陷害他 还有人拍到说林郑月娥 在合影的时候 一个一个要介绍新的班子成员 结果那细胞子的保安 安保人员直接把脑台婆就拉到后面了 说你要不要走到我们习主席的前面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很搞笑的 所以林郑月娥真的是一个作为一个人 她是一个悲剧 我觉得特别可怜 何必呢 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人 比如说我要介绍我的家人 我一定会靠在前面 为什么呢 我要更近一点 一个一个指着 这位是张三 那位是你四 这位是我爷爷 那位是我阿爸 是吧 那个是我老妈 对吧 然后又手一指后面的客人 这样抱 并没有任何不尊重后面的人物的意思 所以这是一种你 你不可能说我说到他的后面 然后我说说说 你就看不见我说什么 是不是 我都有个手指的动作 那么多人 所以当时把这个林郑月娥 往后面一拉 所以这个老妖婆 老太婆一脸的懵逼 啥意思 但是呢 他毕竟呢 也被共产党共产党打架 都打了这么久了 心里也明白 觉得你不要走到习主席的前面 所以安保人员看不下去了 估计他心里一万头 超他妈的巩固 这个东西就是特别有意思 就是你是丑闻你知道吗 丑闻 你至于这么维护自己的一尊的地位吗 这是工作好吗 你不要那么的蠢 行吗 所以说明他的圈子里面呢 那为他是真理 任何人都不敢挑战他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你就知道包子迪我跟你讲 他是听不到任何对他不利的观点的 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道理发生了什么 所以他一堆的丑闻这回来以后呢 他身边的人呢就是觉得这次去香港丑闻太多了啊 所以呢回去开会 中常委的那帮人呢就开始要审判他 说你看你搞了这么多事 搞了这么多丑闻去去一趟 说不定你的权力都都都受到挑战了 所以他再也不敢去了 我们也说过无数次啊 如果说包子迪真的想毛球连人的话 这个时候他出境访问是不对的啊 很有可能在俄罗斯的时候 你总书记的位置就宣告被你废除了 你都不能回来的都有可能 加上呢现在又有疫情 俄罗斯呢这边已经完全放开了啊 你不可能说人家都不戴口罩 你一个人戴一个口罩吧 普京都不戴口罩 你戴着一个口罩像头猪一样内跑嘛 是不是 所以说不敢去 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说是不让他去 深层党央不让他去 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也有道理啊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包子连任还是不连任 他必须要有国外的力量的支持 以前这个共产党的各楼官员 无论是习包子还是 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江泽民还是邓小平 你看邓小平上来的时候还没 还是副总理的时候 第一站就干什么 访美呀 一定要得到美国人的支持 对吧 包子迪也是一样的 包子迪说过的嘛 就是我们中美关系有一千条理由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它不搞好 然后完了以后他去了两次美国访美 是吧 他也知道美国关系很重要 他后来因为美国给他制造的麻烦太多了嘛 完了以后呢 这两天好像刘鹤又跟这个财政部的部长美国的那个耶伦打电话 要他取消这个关税川普时代的关税政策 结果人家不接茬这个时候他我想他也是不得已就把这个外交的重心就偏到了这个俄罗斯去了 这是他的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向 所以这个事了不得了啊 之前我们也有说过说这个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乐玉成本来是包子迪身边最红的人 这个人就是学俄语的嘛 中俄的关系啊 包子迪跟普京走这么近 与这个乐玉成有特别大的关系 他是操盘手 是执行者 所以结果这个人就突然就被调到这个广电总局去了啊 这就证明这个包子迪的这个青俄和美国疏远的这么一套外交的政策就执行不下去了 那当然执行不下去 你想想中共这些年是怎么发起来的呀 中共这些年无论是哪一届的领导人都是把美中美关系放在第一 中美关系第一 中日关系第二 中欧关系第三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都是这样 俄罗斯根本就排不上号 俄罗斯也就是一点点这个残留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当年的所谓的记忆 从知识分子到这个普通老百姓再到各路各无关 你说起俄罗斯都挺亲热的 因为那是一代人的红色的回忆啊 十月革命什么什么疑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吧 这是个传统的记忆 但是今天的俄罗斯跟过去的俄罗斯没什么毛关系 但是习包子这些人呢 我说过来人就是要靠观念要改变 人家都变了 你还在原地 你就是一笑话 所以为什么说中共过去这些年最大的错误并不是改开 最大的错误不是改革开放的力度不足 而是什么呀 而是解放思想的力度不足 共产党思想没有解放 观念还成就 你完全无法适应当下的这么一个世界 根本就适应不了 你还在跟俄罗斯走这么近你何必呢 这是所以我说过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外交决策距离整个世界 他至少是迟了100年 他搞着搞着又回去了 所以深层党中央 他们是想跟中美关系搞好吗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都说过今天的美国啊 今天的欧洲啊也烂大街了 但是没有办法再烂大街 这个世界的话语全在他们手上啊 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你根本就不用站队 你想都别想 你肯定无论是美国这个国家 怎么一塌糊涂 但是你跟美国搞好关系 总归是有好处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在美国的国内的政治里面 选边站 你也不要支持共和党 你也不要支持民主党 是不是 你要的是美国这个国家 它的利益和你的勾兑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你根本就 其他的国家都为什么来的 你看他们以色列也好 日本也好韩国也好 他们都这么来的 其实他们心里都明白的啊 都明白现在美国发生了什么 都明白美国的民主党想干什么 但是你没得选 你作为一个外国政府 你没得选 你必须要无条件的跟美国处理好关系 否则你就完了 你会输得很惨 这个时候 习近平他是不是叫做什么 叫做无知者无畏吗 他一定要跟普京搞好关系 普京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容量才多大点啊 是不是 人家说了普京的总量还没有广东省一个人的GDP高呢 你跟他搞那么近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美国人也就是压着这一点 反复说你不要跟普京走这么近 所以包子的道理是去不去俄罗斯 这个东西我如果打分的话 我如果是60%的可能是深层党中央不让他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去的话对你是有好处的 什么好处呢 如果说你连任的话 你的外交政策会一以贯之 如果说你不连任的话 你的外交政策也可以持续的影响 是吧 所以你看到很多个政治家 政客他在退休之前 他都会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出访的计划 这是一般意义上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呀 我要把我已经形成的政治路线 经济路线 外交路线 我要把它夯实陋 我要形成一个资源 形成一个传统 然后你接下来的班子 你可以继续沿着我的这一条指出的康庄大道 奋勇前进 是吧 所以你习近平这个时候去跟俄罗斯 多搞点关系 然后把两个国家的关系搞好 外交军事文化各种搞好 对接下来的班子 他构成了一种这个叫做习惯思维 或者是思维定式 你就按照我这个来就行了 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不去 然后你跟美国的关系又搞得那么糟 所有人都蒙圈了 到底是跟中美关系处理好呢 还是跟中俄的关系处理好呢 所有人都蒙圈了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细胞子现在最近真的是日子很不好过的 他叫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不好搞 所以这个普京呢 当然他希望习近平过去了 因为过去又可以给他钱嘛 是不是人傻钱多素来嘛 普京打这个仗啊 我从这个朴素的情感层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仗打的就没有必要 你搞点经济封锁 所以很多人在那里说这个普京怎么的怎么的 说现在普京跟欧洲现在叫板嘛 是吧 说你不是要北约要东扩吗 不是要把乌克兰要搞进去吗 完了以后 现在一开始打以后呢 整个欧洲发现根本就经不起折腾 比如你的石油 比如你天然气 是吧 这几个东西 尤其是天然气 现在慢慢慢慢 现在七月份的再过两个月 九月份的时候整个欧洲就非常的寒冷了 说这个普京打仗要慢慢打 打到冬天的时候 不攻自破 那我的问题就来了 你普京 既然你知道你的石油资源和你的天然气资源 可以直接控制欧洲 甚至可以控制美国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打仗呢 你直接把他这个天然气断了 不就得了吗 我直接告诉你欧洲人 你不要东扩 你北约不要东扩 我停你的天然气 你完了以后 你冻死你们这帮孙子 所以有些事情呢 你仔细想想 就还是容易找到我们的观念的破绽的 所以基本上我是认为 习近平这个时候跟普京搞一块 无论你怎么解释 都是巨大的错误 绝对 不论是对你习近平本人 还是对共产党 还是对中国这个国家 都是巨大的败笔 所以我们之前也说过 说这个习近平有三大招嘛 是吧 三大招 三大败招 第一大败招是搞清廉 这是国内的 直接丧失了民意 第二大败招呢 我们刚说过啊 他杀了一个 这个把公安部的人全都 王小红 仓促推上阵 然后又杀掉了一个叫刘文锡的 这么一个低级别的官僚 导致整个官场不再支持他 这是第二大败招 那么第三大败招其实应该摆在第一的啊 就是他过度亲热这个普京俄罗斯 丧失了中美关系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外交的败招 基本上他的三大败招 算是我是总结的还可以吧 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你跟俄罗斯走那么近干嘛呀 有毛病吗 是不是 你按照中国的传统智慧 你也不对远交进攻嘛 你应该跟俄罗斯保持一个敌对的关系 我防范你不要走那么近 你美国跟你那么远 你应该交朋友对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啊 可是普普京呢利用了习近平 习近平是250 三大败招啊 我是坚定的认为习近平绝对连任不了 但是有些人呢架不住李农克呗 这个无所谓啊 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就这么说 而且我反复说过 我没有什么所谓的爆料不爆料啊 我就是基于已有的事实 然后再适当的演绎一下 照耀传摇 加点分析 你们觉得有道理 咱就继续听 你要觉得没道理 你就关了 走人 那没办法是不是 谢谢